财连社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10月15号公布了2023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 数据显示取得综合所得的人群中超过70%人不需要交纳任何个税 那么剩下不到30%人实际交税的人群当中有60%的人只需要缴纳3%的最低党的税率 那么国家税务总局的个税申报数据显示 年收入100万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占申报人数的1% 那这部分高收入人群申报缴纳的个税占到整个个税的50%以上 那么前10%的个人缴纳的个税占到全部个税总额的90%以上 那么2018年中国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把基本减除费用的标准从35%提高到50% 从3500提高到5000就是起征点 那么同时设立子女教育 山羊老人租房贷款利息 住房租房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6项 专项附加扣减 那么从2022年再次增加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专项扣减 去年又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教育 山羊老人3项专项的扣减标准 那么对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来说 夫妻可以分别分摊子女教育的专项扣减扣1000块 如果你有兄弟你跟他分摊 山羊老人的专项扣减扣1500一个月 那两个加在一起就是2500块钱一个月 一年就是3万 那么纳税人每年有6万基本的扣除费用 再扣除三显一金 每年工资收入10万计算可以扣1500 这样算下来的话年薪10万以下人群基本上不用交个税 那么数据显示去年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 赡养老人这三项扣除之后那么全国大概有6700万人 这个享受了这项政策的红利 那么减税规模超过700亿人均减税1000块 然后呢公众号叫机构调研的这个公众号发了一个帖子 题目叫2023年个税清缴数据报告揭露出哪些收入真相 他说那税务总局公布了个税清缴报告 他说我们可以挖掘出很多就业收入的真实情况 因为税收很难说谎 所以我们又到我们这个喜闻乐见的抠数据环节 第一,低收入人群有多少 文章说报告开中名义提到了不需要缴个税的人员占比达到70% 那么报告后面又提到一老一小三项专项扣紧这个政策 去年全国有6700万人享受了红利 最后报告还提到年收入10万以内的纳税人 基本上不用缴个税 那么从个税起征点是3500提高到5000 那么个税纳税人就从1.57亿降到了6512万 这是2022年的数据 再把这个数据放到7.4亿就业人口当中 那就可以算出什么呢,算出收入3500到5000之间的人数是多少 9188万 因为就业人口是7.4亿 那么从3500提高到5000 纳税人从1.57亿降到了6512万 那这样减下来就是收入在3500到5000之间的人数是9188万 那我们就可以往下算,算出各个党位的收入人群的分布 第1,3000块以下5.53亿 占职工人数的78.8% 职工人数就是7.4亿 7.4亿就业人口 占7.4亿的78.8% 将近80%吧 那么3500到5000 9188万 占到12.4% 中国的职工超过5000块的月薪收入 6500万 占到职工人数的8.7% 从5000到14500万 占到职工人数的6.1% 年薪超过10万2000万 占职工总数的8.7% 年薪10万大概是月薪是8300块 只要你收入超过8300块 你就是2.7以内的人 那么这个数据和北斯大收入研究所的那个 调查不一样 那个收入研究所的调查是基于全国人口 这个数据是基于7.4亿就业人口 还有就是已经在税网当中的人群 税网以外的人群就不算 所以这两个统计数据 范围不一样 结果手也不一样 而且这个数据是最新的 就是2023年的收入情况 那个我们之前拿到的那个北市大的那个 这个调查结果是2021年的数据 差两年 我们再重复一下 3500以下5.5亿人占到78.8% 3500到5000 9188万12.4 超过5000 6500万占到8.7% 5000到14500万占到6.1% 年轻10万以上2000万人口占到职工总数的2.7% 那中等收入人群有多少 这个作者假设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资作为 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 平均水平 一线城市公布了平均工资上海是13490块 北京是15701块 广州是13193 深圳是14553 中等收入呢 结论就是用一线城市的中等收入大概是月薪13000到15000 之间 个税清缴报告中说在剩下不到30%的实际缴税人员当中 60%以上的人 只交了3%的 最低档税率 那么实际缴税人群 年薪10万以上的人群 因为你10万以下是不用缴税 那人数是2000万 60%呢用了最低档 那么最低档率是3% 3%对应的收入应该是5000到8000的月薪 那年薪10万以下基本不用缴税 因为有各项专项扣除 也就是说在2000万人群当中 有1200万人的收入 在10万到15万之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就意味着年薪超过15万的人群就800万 这个算得很厉害这个 那么高收入人群大概有多少 占到申报人数的1% 那这部分人群缴税占到整个个税的50%以上 那么综合中等收入人群的估算可以算出来 年薪15万到年薪100万的人群有730万 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这块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算 那如果用 如果15万到100万有730万用800万去减 也就是说年薪100万以上的人就有70万 然后我们就可以拼出来中国中高收入人群的分布 10万以上2000万 想的都是7.4亿职工人数范围之内的人 年薪10万到15万1200万 15万以上800万,15万到100万730万,100万以上70万 10万以上的人群是2000万,占职工人数的2.7% 发改委有个就业收入分配司,他和北四大 有一个中国收入分配研究所 2020年开始搞了一个 2021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这个报告最终是在 去年的12月26号才公布 这个报告就是李克强 在他最后一任记者会上讲的那个数据 1090元以下的 收入的人群 6亿 占中国人数的42.85%,李克强 在记者会上讲的数 实际上呢 中国低于1000块钱 的收入的人群是5.47亿 占39.1% 6亿 整数6亿的是1090 1090块 1090到2000块 这个人群 如果他作为中低收入的标准的话,有多少人呢 3.64亿 占到26% 就是 四分之一 四个人有一个 那么低于2000块的人有多少 9.64亿 占中国人 人口的将近70% 那么202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全国是33000 城市呢是47122 那么差不多大数吧,月薪不到4000 收入中位数 这就是中国收入的真相,我们在网上,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 看到很多中国人啊,这个衣着光鲜 这个十万八万都不是事 但是实际上你看一下,中国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是相当的低的 没有那么风光 那些风光的都是假的 都是演戏这么演啊 这就是给予判。 就是给予判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给予判的 这就是给予判的 也就是给予判的 那么多数 这个